看到這顆大巨蛋 我就想到馬英九 郝龍斌跟李樹德 真的咧 這裡這個地方 它應該是50公尺 標準是5公尺 怎麼會只有12.7公尺 這明明就是違法的 明明就是違法的 明明就是違法 嘉欽怎麼看這個事情 好像沒有人憤怒 其實這個監測 是從過去一直都持續在做 那其實我們如果從 時光盜帶去看的時候 當時捷運在扮演的角色 它應該是在它的所謂站體 跟它的軌道行徑50公尺內 如果進行大型工程 捷運局都必須要去做 專業的評估 然後提供一些建議 看它是不是可以開發 所以捷運局是扮演 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可是2011年那一年 不曉得是不是真的 馬英九有把郝龍斌 叫去湊罵一頓 總之我們知道6月27號 葉士文主導的營建署 火速在一天之內 拿到那個所謂的消防安檢評估報告 馬上火速發文給遠雄 也發文給台北市政府 台北市政府就在6月30號 給了這一份所謂的建造 那可是再往前推一點點而已喔 其實不久的 捷運局才在6月20號通過這個評估 說他們可以興建 所以捷運局同意他們在距離 它的捷運軌道多遠的距離 多少的站體位置 這個都是要捷運局同意的 那捷運局在這邊評估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事情就是要好好的拿出來 重新去審視 捷運局有沒有人放水 這真的是一個專業的評估嗎 還是這根本從頭到尾都政治決定 如果這從頭到尾都是政治決定 那這是拿人命在開玩笑 一條捷運 你像倫敦來說好了 它的捷運已經是上百年了耶 對啊 它要能夠支撐著住一個上百年的營運 不受到任何侵害 對啊 那今天我們這條捷運才用了 不過10年而已啊 就開始漏水 軌道變形 然後還有這個細鳳 其實我們這條捷運還真多災多難 大家再倒帶一下 二嶺納利風災的時候 馬上就在當市長 它變了水管 對 它是一條超級大水管 充滿了水 然後我們花了半年 花了好幾百億 把它全部清完了 然後這條才正式上路營運 然後今天為了大巨蛋 已經滲水了 滲水是一個很重要的指標 任何一個建築體 一旦開始滲水 就表示 它必然有某些地方 是開始龜裂的 開始會滲漏 那水是這樣 滴水穿石 我們都很會講這個成語 對不對 還有人命關天 對 滴水穿石 真的是一個很重要的指標 是說久而久之 這個水是會侵害 這一個所謂的建築體 第二個是說 它既然在這個 仰拱的地方 跟它的所謂這個 捷運的隧道 傾斜 那這個也是一個大問題啊 大家不要看這個傾斜 是一點一滴在累積的 我們這條捷運 從興建到營運到今天 還沒超過20年耶 那你如果現在說已經有滲水 已經有所謂的龜裂 甚至有所謂的傾斜 那我真的很擔心 我今天早上要來之前 我還接到好幾個民眾 從中南部打電話來 中南部 對 說 欸 許議員啊 你們台北那個捷運 有這麼嚴重嗎 因為他一天磕批 捷運局一講這個事情 大家就很恐慌了 他說我小孩都在台北工作耶 他每天都在做這個捷運耶 那大家就勸他的小孩子說 你現在去上班 你就不要坐把南線了啦 叫他說要去擠公車啦 寧可慢一點也沒關係啦 因為生命安全最重要 所以你就知道說 今天不管是柯市長 或者捷運局出來講這話 第一 訊息是真的還是假的 嚴重的程度是什麼 這個要好好的交代清楚 這個訊息如果交代不清楚 會引起全台灣的人恐慌 尤其是搭乘捷運的民眾的恐慌嘛 這個心理的壓力很大 第二個是說 始作俑者是巨蛋啦 那我不知道為什麼議員啊 還有市府官員啊 捷運公司啊 怎麼會這麼的酷啊 所以這個事情 我剛剛一直提到 2011年的6月嘛 火速通過的過程 到底一切都是政治決定 有人在下指導期呢 還是這一切真的有經過所謂的 專業評估 那如果連從這個所謂消防 逃難的這個相關的審查 到捷運的這個評估 通通是政治決定 沒有專業審查 那我今天不禁非常擔憂 這個蛋現在不是這個柯P說的 哎呀停工馬上會要怎樣怎樣 他一定要把他趕快延續 去避鞏固工程要做好啊 然後柯P應當一開始就要派人進去裡面做全體的監工 沒錯 拍照存證 把所有東西都保留起來嘛 將來要追究責任才能找得到原因嘛 不然請問一下怎麼調查 如果沒有相關的證據 將來檢調怎麼處理 所以有很多民眾跟我建議說 柯P不是應該趕快把相關資料移送到檢調去嗎 為什麼沒有 讓檢調去查遠雄嘛 這裡面2011年到底有沒有人謀不張 有沒有政治決定 有沒有故意跨過專業認證 然後拿市民的生命財產開玩笑的事情 如果有 檢調趕快辦 佳清現在議員上身 可是我不知道台北市議員有沒有議員上身 剛才佳清講的一個見送事情 其實這邊早就有做所謂的 就是剛才講的就是我們說的 連續幣的公分 這邊已經有做連續幣了 結果連續幣的時候 還發生了將近7毫米的波動 這連續幣是高達1公尺 這個翟神為什麼柯P這麼冷靜啊 我覺得身為台北市民 現在有一個邏輯上我不太理解 就是你眼前有一個廠商施工的時候 確實對攸關全台北市 重要交通動脈的捷運確實產生影響 而且超過管理值 什麼叫超管理值 就是超過了一般正常合理可以容許的變形 管理值就是人要介入管理的 結果你對這一個廠商的處理方式是希望他儘快完工 然後我們大家坐下來談 這不是很怪嗎 是要把證據顏面嗎 你接上遇到了一個強盜 那他已經要危及你性命 你跟他講那麻煩你趕快搶完 然後我們大家坐下來談 這怎麼會是這樣子呢 很簡單 我覺得今天台北市捷運局跟柯文哲的立場 讓大家不能夠理解的是 第一個台北市捷運局如果確實遇到這個東西有問題 怎麼會有一個立場叫影響工地人趕快完工 對啊 如果我家的房子因為隔壁施工造成我家產生 不要說是0.7毫米 只要有裂縫 開什麼玩笑 我馬上請家親委員組織第三公園告那家公司 還什麼客氣 唯一可以體認的是喔 你可以說一個說法 就是請你趕快完成強固工程 然後停工 你是要儘快提供 在你完成強化工程之後 怎麼會說你已經造成我土石流失喔 你已經造成我的睡覺變形 請你趕快完工 請你趕快盡量把整棟蓋得更大 變得更重 工程規模變更大 這個邏輯上說不通啊 也就是你今天如果我們聽這個捷運局的人說 這不過就小感冒而已 那你感冒之後 你跟這個體內的感冒病毒說 請你趕快完成感染 繼續感染我沒有關係 這什麼東西 你不是吃 那就不要醫生啊 對你不是吃藥 你不是遏止他繼續感染你 你是跟感冒病毒講說 那希望你趕快完成感染過程 那我反正得完病之後我就好了 這怎麼會這樣子 因為第一個 你不確定這樣子的狀況 會不會變得更嚴重 第二個 你不確定他繼續施工 會不會繼續產生影響的時候 我唯一可以同意的是 請你加強你的包含的連續避壓 包含的側邊的這個防護工程 先把這部分趕快做完 然後就要挺工 因為你已經證明你危機公共安全 這是數字問題 這是物理問題 他物理學上就造成傷害的時候 哪有什麼可以坐下來談的 請問我這樣講好了 你是趙成熊 捷運局今天已經公開開了記者會說 希望他趕快完工 我是柯文哲 我跟你坐下來我能談什麼東西 捷運局公司告訴我說 遠雄請你趕快完工 我只能說這樣子 我能說什麼 我沒有談判的籌碼 我若是柯P 我的捷運公司已經公開說 這趕快完工 我就知道遠雄 我當然說那你趕快完工 對那談什麼 那你要叫他怎麼增加回饋金 你要叫他怎麼修改 你底下的最專業 這巴掌打得好疼 還不能喊疼 這是你底下最專業的團隊 這是現在立即而明顯的危機 別忘記我們以前談疏散 我們以前談萬一有地震 萬一有火災 那是萬一 那是未來 但現在捷運局這個東西是 已經發生 已經變形 已經超過標準 已經產生影響的時候 捷運局得到一個結論 好那就麻煩你把它蓋完吧 捷運我插一句話 這兩天有很多做工程專業的人 碰到我或者是打電話跟我說 他說你應該要去跟柯P反映一下 我說反映什麼 他說這個很奇怪啊 照道理所有的這個工程 進去挖的時候 就是一邊挖 就要一邊做所謂的強固延續壁工程 對 沒有那個說什麼停工會下線啊 什麼會突然間怎樣的 所以之前柯P的那道說法的訊息 顯然是有誤導的嫌疑 這柯P第一個要很注意啊 第二個就是說 如果真有所謂真的一邊挖 然後沒有完成的這個連續壁 防固工程的時候 那你現在不是應該要判 建管處相關專業人員 進去裡面監工督察嗎 這就是我剛剛主張的啊 你現在就要進去拍照啊 你現在就要請專業人員 進去裡面鑑定啊 到底遠雄有沒有因為 他自己的這個施工上面 要便宜形勢 或者是他要怎麼樣降低成本 而做某些工法的改變 沒有按照原來應該要有的 SOP作業 那將來我們要求償 或者我們要要求跟他談判的時候 你的籌碼才會增加啊 為什麼都沒有 所以這個是很多這個做建築專業的人 一直請我說要表達 我今天就在這個地方 具體的呼籲柯P市長 趕快找專業人員 進場去查看 到底這些大巨蛋施工的日記 把它調出來全部檢查 第二個 建廠進去裡面就拍照 攝影 把所有的證據都保存下來 還有我們自己捷運局啊 捷運局不要在那擺爛啊 從這個事情我如果了解沒有錯 訊息上是從去年下半年 11月12月 那時候的好龍斌主政的捷運局 已經知道這件事情了 掩蓋不說 然後一直到最近這個訊息 因為柯P一句話說可能影響到捷運喔 這個訊息才被爆出來 然後大家才瘋狂的去追 可是政府部門不應該是這樣啊 就算有人改朝換代 難道捷運局不應該以他自己的本位主義說 我要要求我的捷運安全嗎 我要要求我的捷運 不受到其他工程的影響嗎 這不就你捷運局最該做的事情嗎 那你捷運局在幹什麼 欸 義大利的比薩鞋塔也是有垮的一天欸 這是為什麼他們會花那麼多的力氣 要把比薩 誰在不讓他垮 對 把比薩鞋塔怎麼拉怎麼用灌漿什麼的 就是要保存它的穩固性 那台灣又是一個有劇烈所謂地震的活動地層的地帶 那捷運難道經得起這樣子搞嗎 又是勝水 又是歸裂 又是傾斜 那這在正幾下 請問一下 我們這條捷運花多少錢大家知道嗎 比巨蛋多好幾倍欸 我們就為了一個巨蛋損失一條捷運喔 這樣是划算嗎 當然不划算啊 欸 委員 我問我問一件事情 剛才說比薩鞋塔那個義大利都窮 已經義大利也很窮喔 還盡他一國之力讓他比薩鞋塔不能再傾斜 中央是如此的在意 難道我們馬英九只在意濟國洞 要不要選立法委員什麼事都不在乎了嗎 這個比薩鞋塔他也怕他真的清黨嘛 所以想盡辦法不能讓他倒 如果真的倒的話就像徐徐兄所說的說 世界的笑話 那今天我們看到捷運兩個問題嘛 第一個就是說他有裂縫 變形還有勝水 我的看法很簡單 你先把這個原因找出來 對 你有沒有跟我們講說什麼原因 第一個你是因為在 欸 沒有原因喔 通通沒有原因喔 你現在不要炒說會產生什麼樣的後遺症 你先找出說第一個是在施工就造成這個原因 或是前幾天的地震嘛 要先找出原因呢 假設之前施工就已經陸陸續續出現這些問題 那嚴重了 又很嚴重 那假設是因為前幾天的地震造成現在這樣一個變形 滲水 那萬一以後更大地震了 那怎麼辦呢 第一個要先找出原因嘛 第二點就是說你自己想一想好了 就像傑銘講的 遠雄你蓋房子啊 對啊 他是蓋房子的 你蓋房子 我問你啦 你蓋的房子假設變形又滲水 你賣得出去嗎 賣不出去啊 對啊 我問你就好了 對啊 好 那不要說你賣的房子 假設你要買 你要買嗎 你當然不買啊 有 我們看房子的時候 一定會看有沒有那個水質 如果有水質的話我們就不買 表示房子一定有問題 那不談房子 假設這棵大巨蛋蓋好之後 也有類似就是說 滲水或是變形 我告訴你驗收會通過嗎 也一樣不會通過嘛 所以不是說幾個癌症加上車子狀 我告訴你 這個樣子已經感覺上 就像幾個癌症的只差被車撞而已 就是一個大大的一個地震而已 所以我們感覺就說 對 沒錯 避癌的產生就是從開始滲水 然後沒有注意到滲水越嚴重 最後就避癌 避癌之後磚塊就剝裂 然後整個建築體就玩完了 不是 我也很聳聽 就是說你有這個徵兆你就要小心 你不要講說那個機率太低 什麼叫機率低 威利財每次中獎幾十一分之一 我告訴你 威利財連續同一家彩券中的都有啊 對啊 那我告訴你那個機率會 那是低的不得了 英國有位夫妻連續中兩次 所以不能講說機率低或高 要講說這個萬一發生 那該怎麼辦比較重要嘛 那現在好了 遠雄想說我就跟你撐嘛 那我現在錢還夠 那柯文哲市長想說反正我還有三四年才在選舉 所以一個人是拼錢關能不能通過 第二個想說只要我在選錢處理這個事情 那就可以解決 我覺得這個都不是負責的態度啦 眼看著2017年所謂的市運要在這邊舉行 我的看法啦 今天只要查出有問題 好啦你哪怕說 這個不蓋不行喔 不蓋有危險 我有兩個想法 第一個什麼叫蓋 蓄建呢 可以先把整個安全措施 包括你的支撐架做好 把整個剛構的那個鋼筋結構做好 保證不會再塌陷的時候 就可以先停工了 我覺得這個沒有先停工 不能解決事情啦 繼續蓋下去 立刻提供查出問題才是終點嘛 結果我們發現到我們柯市長 對於遠雄越來越冷靜 可是一個里長對他嗆聲的時候 他就拍了桌子 然後有這個停車位轉紅線 他直接我攝影一照你 這到底怎麼回事 我們先進入廣告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